你知道嗎 一般的痣是由黑色素細胞所增生 但如果發生癌變的話 形成黑色素瘤 痣的經率恐怕大幅降低 畢竟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會長痣 有人看不滿意 選擇靠醫美解決 但痣又變化 主要當心有皮膚科醫生 曾在公車上拯救一名個案 有零做一個60幾歲的一個先生 他必然很明顯有一顆黑黑的 那個其實看起來就不是一般的痣了 我跟他說是皮膚科醫生 你鼻子上那一刻啊 我建議你要去檢查處理一下 結果後來有做切片的結果 他是一種叫基底細胞癌 平常該如何分辨 只是良性還是惡性 醫師教大家五招輕鬆分辨 A不對稱的 B邊緣不規則 C顏色不均有紅有黑 D直徑大於0.6公分以上 E最後輕輕撫摸時 有明顯的突氣或是腫塊 另外不只長在皮膚上 若指甲出現黑線 要有所警覺很大的機率 是癌病的徵兆 亞洲人的話 更常見的痣是 不一定是跟日曬相關 亞洲人另一個比較常耗發 黑色素癌的地方 是手掌跟腳掌的痣 容易發生在可能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醫師也表示痣範圍太大 基本上會建議手術切除 做病理切片化验 釐清是良性還是惡性 才能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後續只要定期追蹤 防止癌因子再度復發 TVS新聞 陳永祥王思辰台北採訪報導